这样可以的应该拿个梳子梳一下就可以 但梳子拿不想去拿 不是我随便打吧 他可 哦 把个逗的 不会吧他不会逗着逗着就把那个给我关了呀 对吧 对不对 他不至于啊 那本来哥姐们本来就是莫哥来的话 莫哥来的话我是不是应该高兴吗 我又没有觉得那个啥 你们又非得说莫不要说莫哥 对不对那莫哥本身就是朋友对吧 而且如果他带来了的话 我是不是我本来就应该高兴呀 总不能说给人板着个脸是不是 对不对 开着车不要多想是不是 哥姐们非说我不能说莫哥来了高兴 又不能说这个又不能说那个 我现在感觉我真的很累 我感觉现在这样子我真的很累 如果像这样子我真的觉得很累 我这个又不好那个又不好 这样又不行那又不行 行 哎呦我的天呐 算了吧没事就这样不来不来就算了 没事没事 没事啊哥哥们这样比较好看一点 不是 我觉得我觉得我跟凡哥 真的以后就不要说什么喜不喜欢了吧 就是本身我们就不合适 一直一直一直都在改变 一直一直都在努力的话 真的让人觉得很累 连我连了呀他不说话呀 你不是没叫我吗 就这样吧凡哥 刚刚我都挂了我刚刚根本就没有存心 我是故意的我看你会不会在乎我 我挂了你还是在那边吸一下 吸皮消息呢 就这样吧 我都觉得我好尴尬啊 没事就这样吧 我真觉得有点累 你什么有点累 我说我带了一个朋友来 你一下子就说是不是男默来了 然后一下子就开心了 我 我连你的时候 如果说莫哥来了 我连你的时候 我连你的时候你都还不开心 我说带了一个人上来 你一下子都没问是男是女 你就问是不是莫哥 你一下子开心起来了 我说我假假 我假假的时候我吃醋了 我把我把我把电脑挂了 你好像毫不关心的样子 我觉得我好多余啊 你不觉得吗 刚刚是 如果我刚才是真的是 生气吃醋了呢 如果刚才真的是吃醋了呢 把把电脑挂了呢 那你也不管我吗 没有啊 可是我刚刚挂了 我我没有离开直播间 我看到你还都还很开心 没有啊 哎是我太小气了 不好意思 是我太小气了 我一会儿就到了 那一天一天 我们也没有那个啥呀 我给你一天挂了吧 我待会就到了 但是可能会让你失望了 不管你带的是谁 那你就是你说 有可能我想见 有可能我也不想见 有可能那啥 那我也不知道 而且你说我认识的人 对吧 我又不知道是谁 然后我就问一下子路莫哥 然后你就那样子 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可是我假装生气的时候 你也不管我 你是觉得我不会生气是吧 你觉得我是不会吃醋的是吧 那你假装生气干什么呀 那你怕 你又不是三岁的孩子 你天天假装生气 那我就会吃醋啊 我年龄的时候 你你都还在郁梦 我年龄的时候 你还在梦梦不乐的 我一说 啊 有人上来 你说是不是莫哥 你马上表情都变了 那我不该吃醋吗 不是啊 那你不管说是带的是谁 有个朋友本身又在跟你一起 对不对 还在你车上 我总不能 嗯 可能无所谓一样吧 对吧 谁来了都得高兴吧 那我刚刚那我刚刚把电话挂了 你怎么好像都无所谓的样子 也不也没有说打个电话过来 问我怎么了 那你哪能你哪能这样子呢 你车上还有朋友 然后你还这样子挂掉就 我这样我黑面都没面子 你知道吗 我就生气挂了 你就不管我 都被人家看到了 我的天 你你这样子生气挂了 然后我还在去 我还去哄你 那那样那样的话 应该更更尴尬 那你起码要问 只不进了一家人吗 怎么办 房哥生气了 怎么办 我要不要打个电话给他 你起码要这样子啊 我真的好丢你感觉 你还笑 房哥你要笑死我 你们真好笑 我是真的觉得很好笑的 这样子 我问你 那如果刚刚我是真的吃醋了呢 你会怎么办 你是不是无所谓的样子 有一个那个啥 有一个那个啥 你这上有朋友 然后我就说一句 哎呀谁来了我高兴 然后你就生气 然后我还要去哄你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我的女人 她会不会关心我 会不会打个电话过来问我 结果你都不打我 不打电话给我 然后也没问 你要知道你这上有朋友 你就能挂掉 然后我再给你打过去 会显得你很那个 你朋友会笑话你的 这样子啊 我不管 我不管别人笑不笑我 我只知道你会不会在乎我 我也是会吃醋的 反老头 你是老头子了 你不是不是三岁的了 我告诉你 我挂了 我都没有离开直播间 我刚才在直播间 我都看到你都 一点都不关心我 我生气了 真的挂了挂了挂了 你要知道你是个大男人 你要在朋友面前 不要整的那样 哎呦 就生气了 就挂了 然后还得让我打过去 然后再哄一下 这样子丢不丢脸呀 这样子太害羞了吧 没有这不是我该说的 这不是我该说 可是你没有这么做 这这个东西我不该去说的 但是你应该要做到了 我觉得 我都把电话挂了 你居然 你居然都不理我 你才三岁吧 真的 哎不说不说了 啊好好好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哎不说不说了 对不起对不起 反正最好了啊 那都是我又我自己又又批天批天的 我都跟你道歉了呢 我自己又批天批天的给你卖 然后 然后还还 哎 我不是都跟你道歉了吗 我生气了 对吧 对不起对不起啊 对不起对不起 那木梅兰 那木梅兰 对 吃完了吧 没有那是谁 是谁 挂了 拜拜 是谁吗 啊 不是莫哥哥 哥姐吗 哥姐吗 凡哥说不是莫哥 你每天跟女孩子混在一起 人家都不吃醋 哈哈哈哈 是鸭鸭吗 那应该就是鸭鸭 那行 那我们一起等他们吧 应该 哎 他是不是是停车了 到了没到 不会吧 他他不会带小雪上来了的 不会的 小雪都那样 那样那个伤了 对不对 对应该是鸭鸭 到了吗 我不知道刚刚没有听说 他到了还是没到 去杀鸭的了 我这边没得鸭的 我这边没有鸭 不是鸭鸭在直播 鸭在直播吗 鸭在哪里直播 哥姐帅姨吗 王 凡总可能有点小支柱 他吃什么柱呀 对吧 自己太自私了 只允许你吃柱 不允许别人吃柱 成天让别人哄 我没有 我不需要哄 我不需要哄 我跟他道歉吗 我跟他道歉 我跟他道歉 好是我的错 好不好 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我道歉 我道歉 我没有 是我想错了 不是 其实我也 其实我也没什么错 对不对 你两个好搞笑 是我也没什么错 但是 我是觉得他那样挂了 然后我再打去的人 本身他朋友都在 那会显得他更那个对吧 也应该是什么 坏哥姐吗 啊 坏哥姐吗 我没有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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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在想这个坏哥 不管他是带来的谁 肯定不是小雪的哈 肯定不是小雪的 坏哥都跟 都以前都跟我说了 他说不带小雪了 然后小雪 而且上次小雪自己来过的话 反正都不知道 后来坏哥说不带了 不带小雪了 对吧 你都关心坏哥就行 好 应该不是哈 到底是不是不是吧 应该不是哈 没有小雪人挺好的 而且长得又很漂亮 她人真的挺好的 她应该 她都是为了凡哥吗 对吧 她是为凡哥着想 她为凡哥着想 其实有的时候 也是为我着想吧 翻篇了 这个事 好 翻篇了 不说了哈 我们下期再见 我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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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了